各位觀眾,又到專家教老的時間了 今天又講另一個指微斗數的命盤實例 這位命主就叫做黎先生 是我一個學生和客戶 我們今天要看的工位就是命工 我們先看看命工有什麼含意 命工通常是指幾樣東西 第一是性格,第二是才能,第三是脾氣 很多時候,命工是你對一個人的第一印象 即是你覺得他像什麼人 好了,我們再看看他究竟是什麼升落這個命工 原來就是紫微星 我們看看書上如何形容紫微星 紫微星是陰土,北斗之主星,在數尊師著陸 乃至尊之壽,又名帝座,尊師官貴,即事業之星 好了,我們去看看黎先生的命盤究竟會出什麼現象 我們看到紫微助手五公 我們看到紫微助手五公 即是左上角再數下去,向右行一格 那個公位 裡面是有這個左褲和驚陽,兩顆月級星的 這個紫微會發生什麼現象呢? 其實很簡單,一,紫微會左褲 雖然會不到又拔,即是便是有助力 這個人出來的現象就是 給人的感覺是相當有主見的 好了,我們再看看他的三方四正 即是會然之,左隔三個,右隔三個 三合公位,人吳率和對公貪囊所在的公位 組合後會出什麼情況 我們看到紫微還會到文窗文曲 文曲在武曲天上所在的公位 文昌在貪囊所在的公位 文昌文曲其中有一個意義,就是主才華 會然之,紫微星會到這個時候 會被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 好了,我們再看看紫微星的定義 他其實是和事業有關的 即是說是官陸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位黎先生 他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很有事業心的人 再加上其他星耀組合 我們說這顆紫微是一個相當有主見的人 當然,還有一件事,我們看到就是 他有一個驚揚和火星 這個在古詩來說就是權威出眾 這個出現象就是 黎先生是一個光明正大的人 好了,今天這個實例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多謝大家 我們看到有一個原因 我們下面再次看 我們看到有一個面目的 我們看到有一個雙作為 都會看到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的方式 我們看到有一個明星的 但這件事 squawk會